資深演員顏國良病逝中年71歲 曾患淪臟細胞癌一度病重昏迷 一路好走 資深演員顏國良在26日經傳病逝中年71歲 顏國良的好朋友鄧英文在她的Facebook專頁 《老友鬼鬼》證實這個消息 寫著說我們痛心宣布 顏國良師傅已經離開我們 永遠懷念你對電視界的貢獻 為我們留下美好回憶 衷心感謝你 而梁思浩也在社交網站上發文悶念 顏國良在處境劇《香港八日》當中飾演 陳姿一國而為人熟悉 她在70年代加入香港電台成為播音員 之後在1981年加入TVB 經典的作品除了《香港八日》之外 另外還有TVB的長劇《季節》當中飾演主角鄧碧雲的大仔大迪 而去到90年代 另外一套的處境長劇《真情》當中 也飾演蘇玉華的哥哥 陳戴勝也深入民心 而顏國良在2008年約滿離開TVB之後 轉行做《太極權師傅》 2022年現新TVB台興之後 就透露自己幻想腥帶輪臟細胞癌 而鄧英文也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顏國良 是在星期六晚11點多在醫院離世 說她心臟、腥帶和呼吸都有問題 已經多次出入醫院 本來計劃在星期六晚去到醫院探望 不過後來因為等朋友而改期 鄧英文說顏國良的太太雖然已經有心理準備 但心情也需要時間去平復 顏國良細細 上個月底最後一次受訪 曾走過鬼門關 談續命經過 顏國良曾經逐過一次命 資深演員顏國良在26日經傳死訊 中年71歲 她曾經出演過不少的經典劇集 飾演角色《王夸四代》 當中以《香港八一》當中飾演的陳跡 《真情》當中飾演《斬叉燒》的陳大勝 和《十月初五的月光》的《海景叔》 最為人熟悉 而在前年顏國良向外界透露 幻想淪臟細胞癌 並且積極接受治療 上個月底她和太太霍潔晶 去到梁思浩主持的直播零接觸那裡做嘉賓 講述續命的經過 而那天顏國良出演的時候 見到她精神上算飽滿 她講述在年初走過鬼門關 當時入院之後足足留了半個月 並且陷入昏迷的狀態 當時太太霍潔晶也有四出求助 希望可以找到方法為老公續命 而霍潔晶在節目當中也說 我去了制工廟找妙足 幫她祈福 裝香 化寶 誠心求拜 也用她平時抄了的心經拿去化 總之就是做這些 有人建議問 會不會想法科方面 我馬上想起我娛樂圈的好朋友 接著打給她 八點多問她有什麼可以做 她叫我第二天早早去制工廟裝塔香 這15天是一個關 而最終顏國良也奇蹟蘇醒 而梁思浩就說 顏國良要好好多謝她太太 那15天真是生死邊緣 你真是要多謝太太 她令我很感動 她到處去拜託人 希望你可以生存到 續到命 是太太的功德 所做的一切給你回來 她只說了一句 我不捨得顏國良 我見到你們這麼恩愛 繼續身體健康 有第一次續命 未必有第二次 顏國良小小 因潘志文一句話 從反駁前棄當警察 潘志文這句話實在太有殺傷力了 資深演員顏國良在25日離世 終年71歲 顏國良曾經在鄧英文的節目當中 講過她入行的經過 指她當時只有14歲半 因為讀書不成又想看明星 所以在1967年加入 邵氏兄弟南國實驗劇團 第八期的訓練班 她在頭兩年要履行訓練班的合約 之後就獲聘加入香港電台做廣播劇藝員 又曾經過檔商台兩年 不過因為她當時並不是公務員合約 學歷又不高 而為了爭取更好的福利和穩定的收入 所以決定投考警察 當差兩年之後 顏國良從遇港台的同事潘志文 但當時對方已經是麗的紅到爆的男一 而潘志文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朋友 讓她下班吃飯一起追究 當時結帳 潘志文一句說話令顏國良 決定重返幕前 在大家欠付錢的時候 她就說了一句話 很厲害殺傷力很大 她說你不要跟我爭 我賺錢容易理很多 我想一想又是 我做警察那份月薪只有1300元 相比之下她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馬上給她付錢 她不是不讓我請客這麼簡單 是一句就令我收皮 顏國良當晚回家就很認真地想 我的資質最多只可以做警署的警長 我不滿足於那份薪 只有幾千元 我看不上眼 之後我又想 我和潘志文同屆 大家都是主角 即是大家同年同班 你怎樣做 我也是怎樣做 大家都知道 我就算再差都會由你一半 何況大家當年的程度都是差不多 我只是說播音不是電視劇 但是我覺得我有信心去闖 所以我離開警隊 專做特約演員搏一搏 而顏國良在當時又走在香港電台 教育電視 麗的和無線那裏做特約 但是為了更加穩陣 所以當時就找了無線電視監製助理 陳榮光推薦 正式簽約加盟無線 陳惠臨疫情數年肥足20磅 退作不敢見人 時間流走入五感迷網 紫山除了北上廣州直擊Kelly的 巡迴演唱會演出之外 還與她進行深度專訪 由黎智山主持的紫山若莉 奉星期一晚上9點半在翡翠台播映 而在星期日播出的第六集 嘉賓就是陳惠臨 紫山除了北上廣州直擊Kelly的 巡迴演唱會演出之外 還與她進行深度專訪 Kelly真是真性情表露無畏 貴為一代天后絕無半點價值 而且可以見到Kelly的毅力驚人 相信這是她成功的其中重要關鍵 Kelly由去年9月開始舉行 世界巡迴演唱會 今年2月的廣州站 指三大觀眾全程直擊巡唱的演出 無論是show前的彩排情況 以至是後台重地的quick change地方 製作組都一一記錄下來 而Kelly今次巡唱要挑戰很多首快歌 自認不善於記舞步的她 少妍經常在家裡對著雪櫃練舞 又指連換衣服都要練成百次 可以見到Kelly是一個對細節一絲不苟 對於自我要求極高的她 而每逢開鬧之前一定是閉關不出門 兩天前更加是風嘴養聲 無求以百分之百最佳狀態演出 我這麼辛苦就是想在台給最好的東西大家 要100%做到投入才行 差8%都不行 而Kelly原定計劃在2018年舉行巡迴演唱會 可惜遇上幾年的疫情 巡迴演唱會一度各自 但作為天候的她沒有荒廢日子 反而學唱歌去到增值自己 但疫情幾年之間就是Kelly最不開心的日子 自爆肥足近20磅的她 根本不敢見人 退了所有的工作 加上時間流逝令她覺得很迷茫 我是不是就這樣玩完呢? 全世界是不是就這樣玩完呢? 一年一年過去 年紀也由四字頭變五字頭了 我老了 直到2022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復出目前 Kelly就說目前人生階段覺得很快樂 他說現在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 很自然很舒服 繼續走我的人生 到底Kelly所說的是什麼呢? 而Kelly在2001年 連續六年去得到亞太區最受歡迎香港女歌聲獎 天候地位無用置疑 她直言當年樂壇爭獎的氣氛激烈 並且大爆有一年曾洩漏風聲 說Kelly會得獎 但最後得獎的是另一位女歌手 記得當時有一次 不知道哪個台了 和唱片公司高層說的是Kelly 然後後來沒有了 當然有人不知道做了什麼 總之沒有了 我還要安慰唱片公司的人 不過她認為作品在歌迷心目中的反應 比起獎項更重要 最重要每一年你有多少首好歌 歌迷是喜歡 你Hit到多少首歌出來 那個成績反映比獎項更重要 Kelly在2008年紅館演唱會上 去到宣布婚訊 其後淡出樂壇專心相夫教旨 曾經想過結婚生兒子後 事業會大不如前 想著結婚生兒子應該沒有了 哭了走的了 生兒一個再一個 那些人都還覺得OK 原來觀眾接受能力這麼高 Kelly也很感謝歌迷這麼多年來 仍然不離不起 直言歌迷開心就是她的動力 令她繼續唱下去 而巡迴演唱會圓滿結束之後 Kelly和子山也很貼地地 這樣吃大排檔 罕有地談及15歲的大仔 蝦餃仔劉升 和12歲的小小籠包劉森 在家裡的母子互動 而出身富裕家庭的她 公開金錢價值觀的看法 而在節目中 還有很多Kelly 鮮為人知的小秘密